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反彈161点 成交量还是很低 我早上在非凡台连线的时候讲过 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就是台北股是投资人自己的问题 这不能怪别人 因为它现在 你现在几乎没有人在做了 三大法人大概 当然今天没有45%占比 买卖占比 但是上个礼拜大概都有45%左右 少的话也40% 以前在落六七千亿的时候 或是五千亿以上的成交量 三大法人的比例大概都低于三成以下 三成而已 另外当冲的每天大概都是 会超过四成 高的话大概45% 当冲就是没有拿钱来的 现股当冲 我们所谓的当冲 大概讲的都是现股当冲 不管是先卖后买或是先买后卖 所以加起来 大概扣一扣的话 大概真正有在买卖的散户 就是一般的投资人 自然人 我们称为自然人 大概10%到15% 那如果说以今天1676亿来看 大概不到200亿 大概买卖 散户大概买卖不到200亿 这盘就坏掉了 所以你做盘的话 也是在没差工 那你就 你要说什么 我早上连线的时候 我们也看不太懂 为什么 因为你今天 不是说我们喜欢去批评国安基金 你既然要来 你就要做点事 不要老是在讲什么 基本面很好 不要跟外资对坐 那你既然来复盘 那你不跟外资对坐 那你来干嘛 你是在抓夷 那你说你这个要顺势 这个就不顺势 这个是空头 怎么顺势 等到顺势的时候是这里 这个叫顺势 等到顺势的时候 需要你做什么 我们自己来就好了 顺势就要克力 就是这个时候没有顺势 不才在国安基金 你既然 我们也没有说 叫你一定要来 你自己要来的 你七月份 你就大岁想说你要复盘 现在十月了 你复盘 现在十一月了 十个对 复盘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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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解了 这叫做 这看得到实际上 我就说 我建议国安基金 退出股票市场 你这样子 不好 这样子让我们有压力 真的 因为你要不买 你这样不买 你放在那边干嘛 你一直在那边干嘛 你国安基金 你不进场 你不买 你不做价 散户会自己往前冲吗 你不是五千亿 不是很大山 你花多少 大山 大山 说是要复盘 结果 这样子 我跟你说 全世界 全球的资本市场 都是这些 我没说这么多 如果全球资本市场都是讲这样 但是不是 所以我说当然有理由 我告诉你 这是这样子 反断十几% 这个已经16%了 16%了 我们从最低点算 这座又比较厉害 这个也大概是15%了 而且这一条线是什么线你知道吗 这一条是季线 它通过了季线 这个叫SP500指数 蓝筹股 这个也叫季线 这一条也叫季线 这季线 这月线 这三条线都同样的 设定的都一样 这一条线 这十日线 还很勉强 这十日线 你看从上个礼拜以来 这样很勉强 不要说月线 这十日线它就很痛苦 很勉强 这是季线 这是月线 月线往上 这多头了 这十日线 这季线 都同样 这季线在这里 不要说这季线 这插清几点这也会上的 你閃這條你就不敢來 這樣你是很害怕 我建議國安基金退場有什麼不對 我這樣講不對嗎 你又沒做工作了 你要點火也沒點嗎 都點不到 結果就被人家欺負 被人家空投欺負 這次每次開盆時就修了 我們都在家 早上不是開個膏嗎 就有就下去 你不要這樣空頭都在放空 現在就是開盆跟放空就對了 開盆跟放空都對了 趕快賣 都當衝的 趕快賣給放空 這也是趕快賣給放空 趕快賣給放空 現在都流行這種 都說債了 都這樣 你這支債債開盆 386.5也不是很高 就硬要打到381 然後讓指數盤中還剩下37點 美國去800幾點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台北股市 很奇怪 跟你以前都不太一樣 你都說美國 說歐洲 都不該說這個 都不該說這個 我知道你在想的 都不該說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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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該去看民主國家 你去看共用三黨 我沒辦法解釋 不然你乾脆去看北韓股票好了 還是去看俄羅斯的好了 你乾脆去跟我說這個好了 我沒有跟你說這個 我沒有跟你說這個 我沒有跟你說政治 沒有人在看黑 那你了解的意思嗎 你如果今天要看黑 來放空我也沒有跟你說 你說 橫生紙書都放半 我告訴你 那是他們自己 國家 的制度問題 我們不予批評 我也沒講政治 我只是跟你講 那個阿里巴巴 那個都得了七八成 那個騰訊 他們不是那個什麼 那個酒 那個貴桌茅台 還是那個拼兜兜 反正都不跟你說 都放半 都放半 你去查就知道 你要這樣說也沒辦法 你了解嗎 我也沒辦法解釋 我就跟你說 盡量都不要說政治 不然你到時候 這局很高興 你有可能拿阿里巴巴來 來解盤 還是拿騰訊來解盤 還是拿中心辦導體來解盤 你怎麼說也說革新 怎麼說中心辦導體 革新是美國的股票 我也要拿英特爾來講盤 講美國的股票來講盤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在上半場跟你講這樣 你懂意思嗎 雖然這個盤讓我們很灰心 我們 人家都漲了15% 我們蓋多少 我告訴你 如果今天沒有算的話 我去1% 今天算了去2% 大盤 還有226 隨時就是要法序 我說得不對 待會兒我們怎麼回事 現在台灣是怎麼回事 我不知道 你怎麼給我解釋一下 老師的政治地緣風險 我跟你說 那些都是政治地緣風險 沒有一天沒有的 沒有一天沒有風險 少來跟我講這一套 少來跟我講這一套 知道嗎 不用用這一套 政治地緣風險 政治地緣風險哪一天不是 自從我們出生以後 哪一天沒有政治地緣風險 投什麼樣 我也不會像其他投顧老師跟你講說一定會大漲啦 怎樣啦 本利比很低啦 怎樣我也不講那廢話啦 我也不跟你講那個了 我也不會像其他老師每天扶你說一定會崩盤啦 怎樣我也不會 我是技術派的 我也不會一直跟你喊 喊股票一定會大漲 我也不會跟你講股票喊股票一定會大跌 我都是看技術面在做股票 對不對 你是不是看我的解盤書都這樣講 沒有 台灣的市值股票的總市值裡面有60% 是半導體相關 跟半導體有關的市值 我講的是市值不是股票檔數是市值 那這60%的電子股裡面的市值裡面 有60%是跟半導體有關 應該說60% 應該說60%才對 60%的股票 60%市值是電子類股 那電子類股裡面又分很多種 那裡面有60%是半導體 所以半導體佔台北股市的總市值 大概三成多塊 大概四成左右 這麼大 其中台積電就佔三成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講台積電 你台積電不上來你其他股票幹什麼 它一檔可以抵一千檔 了解我意思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下回到這位先生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 9668 027725 9668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 9668 027725 9668 歡迎回到這位先生 所以你仔細看喔 你看這個有沒有 這都沒用 這沒什麼都算的 我告訴你 你會說他現在國安指令 他沒要扣 我是剛才說這樣 你現在美國大氣 我們沒要扣 美國要扣的時候 你不用扣了 我們就扣了 又扣了500點 我的意思是這樣 你美國漲的時候 你要拉得高高的 美國跌的話 再跟他一起跌 這樣才合理 不然交付牌要幹什麼 你美國漲的話 你不動 美國跌的時候 讓個破頭的 跟他扣 越說越上去 台積電 你看看今天 通過上個禮拜的高點沒有錯 可是這種程度上升高了 有沒有 這是怎麼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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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台積電 至少通過第一個關卡 上個禮拜的高點 接下來你要周轉折要到397.5的 這個你把它記起來就好了 還有七塊半 如果明天以後再轉到397.5 這個是技術面 它力量會增加 我是完全技術面跟你講的 我沒有跟你講基本面很好 國賓不很好的人都從688 害你投到377 他們現在說基本面很好 不敢說了 那些大師不是網紅很厲害 都基本面很好 從688講到370 這不要抖起來了 乾脆我們就說這個 我來跟你講過 說這個 這點要注意 這個 我有講過 每一次一個波段的反彈 都在醞釀未來 另外一波的反彈 每一波的下跌 那這一波的下跌是 從15475到12629 16229 12629 這次大跌不是2666 變成2800多點了 你看看我們這裡的高負 我先 從10月18號開始 今天10月底 你看我們來檢查這些股票 你如果跟我操作對不對 我今天在TG裡面講說 大概簡單講一下 123塊買回 123塊買回 這天買 在這裡 我們一支一支做的 不是一支都要買18支都要買下去 這支公司不久了 這支就 這支賣掉 怎麼賣 186買回 在這裡 大家下一個要創什麼 下三支代表就好了 我們還有一支愛譜 愛譜就今天買 我就知道 開盤之後不是刷下來嗎 我就在那邊等它 我買142塊半 因為我知道它一定會很多當充的 它一定會早上開盤以後 一定大下來 有什麼買 你只看這個也知道 哎唷 發力太大了 你看 你有看到嗎 你說涼不涼 我們這裏做底線的 我們在這裡 在這裡 你在這裡 這支低價股 很久沒有做了 因為我上次賣 賣在這裡 七八塊半 我買這裡 賣這裡 這個都有印象 就很久了 很久沒有做這檔股票 那這檔股票你看 你看這支股票就會翻斷 其他的股票怎麼會翻斷 那支股票 那支股票 那支最多的股票就會翻斷 你看這支 你看這支 這支不是大家要把它放肯 好 拜五頂位拜五 大家都把它放肯 看它說它沒賺錢 大家放肯下去 好 講好 快打起來 你看它撩錢 不要說撩錢 賺沒有多錢 你看報索做股票 去旁邊站了 看報索股票 那邊是要賺錢 報索下出的利空 你把它撩下去 剛才漲天板 股票下來的利盜 你把它撩下跌天板 你笑死人 還有人在看股票 看報紙做股票的 投資朋友 你到現在還在看過報紙做股票 你聽到很厲害 你了解嗎 怎麼看報紙做股票呢 你現在還在看報紙做股票 你不是小白了 你是大白了 你真相大白 你現在還在做股票 做股票還在看報紙 不然你每次都追高 每次都追高 先幫你追低 你看這支 你看到利空去給它空 有夠好笑 太多的 台積電也是一樣 發哥 四星 創意在這裡 這樣好 我看那樣 這也是看報紙那邊攪著 一千萬萬 四十萬萬元 你看報紙把它攪著 動動動動 你看報紙 你看這個龍節有了 龍節有了嗎 看破爪 去半坑 咚咚咚 而且還沒刷牙 這低價股 這三支低價股 低價股就100塊以下 剩下都100塊以上 這支 這支也是利康 這支基本名不好 我買這支不是看基本面 我跟它掉下去 我看這個跟基本面不一樣 基本面不在賣好 普通普通 台積電最好 基本面哪在最好 台積電最好 普瑞 普瑞這支股票 你說它還不是要調降平等嗎 調降什麼營收 調降什麼 我告訴你 這是技術面的下跌而已 譬如說這支股票 它有翻增 它有先翻增四天 這要翻增 所以今天的火 你會覺得它利空對不對 我相信今天一定很多人放空 因為今天它沒有馬上跌停板 而且盤中還打開 對吧 我相信今天一定很多人放空 你如果今天去放空普瑞絕對不對 絕對不對 絕對不對 你自己想看看 這支就能賣了 你只要一直看這檔股票就好 這支最儲勞 那八成的股票就能賣了 這支就能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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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夠好笑的 這支也就能賣了 這支不是都了錢 人家就能賣了 你都不是看報紙做股票 你看報紙做股票 你看報紙股票 你一定是看報紙油達18塊 你先知道 13塊不是18塊 13塊 不能看報紙做股票 要用技術人 報紙是有你參考的報紙 我說得簡單的就好了 你怎麼這麼傻 你不比較聰明 報紙向下 你怎麼這麼傻 你怎麼這麼傻 報紙人家做一天就這麼好 那前一天就寫好了 你跟我們做一天 要做什麼看法 你怎麼知道 你不知道 我告訴你 我沒有說什麼意思 你自己想 你自己想 報紙是不是做一天這麼好 他有可能開盤什麼 做一天這麼好 你怎麼這麼單純 你怎麼看報紙做股票 那就是你的問題 對不對 我這個股票 這一張已經都送給大家了 然後慢慢慢慢 一檔一檔都上來 那我已經講過了 你要參加這個 高價股的會員特級硬派 你要把握這個機會 就是我已經講過 因為很多這些股票 都是跌超過五成 所以我說股價對折 會會就五折 你要把握今天的機會 交的好友Telegram 我這邊都有寫 那這個盤勢啊 我當然是非常有信心 但是我知道你們沒有信心 但是我們一定會跟上國際股市的 我們台北股市最後還是會跟上國際股市 我是說國際股市 你了解嗎 那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明天見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有世界大證券 你對中國大證券